那我能夠參加初選嗎 我覺得你的機會 你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主持人郭子乾模仿賴清德 和韓國瑜訪談藍綠令狐充 打在一起妙語如珠唱雙簧 面對這位賴清德 韓國瑜也是有話直講 打包看土包 他再弄不好 民進黨變成民主退不黨 他就被打包了 民進黨初選一言再言 韓國瑜看不下去 替賴清德說出窘境 而韓國瑜口中 這快要被打包的賴清德 也找來郭子乾幫忙宣傳 哇這個太難得啦 跟這個同期的台大的同學 站在一起 郭子乾模仿起台北市長柯文哲 和賴清德一同到台中逢甲夜市開直播 贊成柯P的上去演講的掌聲鼓勵 贊成賴清德院長上去演講的鼓勵 主持人柯P節目中做效果 沒什麼人氣 賴清德也不忘挖苦兩句 你的基地在台北市 台中可不是你的地方 哇糟糕了 這個真的是強到我的要害 郭子乾模仿功力一流吸人氣 兩人也是笑點一螺框 賴清德胖卡街頭面對面 說清楚為何要出選 更堅定的捍衛台灣的主權 我更有決心維護台灣民主自由 人權的生活 學韓國瑜接地氣走進街頭 賴清德胖卡第一站台中 就請來鍋子乾 韓國瑜找誰 他也跟著找誰 就希望也能拉台人氣 記得台中綜合報導